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出的信子也有一米多的巨蟒 究竟是什么怪物呢? 今天 密使君就带你一起去看看 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已经整整八个年头 战乱基本停止 地处江苏省北部的延城设阳县 一片安宁气象 苏北的自然条件和苏南有很大不同 更像临省山东 比较贫穷 商业很少 农民也种地为生 大面积的森林和河流没有开发 还保持原始状态 12月的一天 黄海边的一个小村子 一户地主雇佣了一个叫做陆伯的老人 负责看管村边的一大片芦苇滩 不要小瞧芦苇 收获了以后 可以用它编织包括席子在内的很多东西 还是挺值钱的 陆伯有五十多岁 无儿无女 常年给地主打工 干了二十多年 陆伯年纪偏大 身体还结实 耳聪慕名不说 更擅长翻山越岭 一般小伙子都追不上他 陆伯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加上没有子女 平时很少和人接触 说话不多 村里人都笑他 像哑巴一样 本来陆伯是个普通的老人 没想到在他身上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上天下着大雨 陆伯在距离芦苇滩不远的小石屋里面睡觉 并没有外出 这么大的雨 是不可能有小偷来偷芦苇的 陆伯看守的芦苇滩 在距离大海不过几公里的一条河边 站在芦苇滩旁边的河堤上 就可以看到浩瀚的黄海 大雨哗哗的下 周围很安静 天还没有全亮 在陆伯睡觉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芦苇中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声音 砰砰砰 像是海边有巨浪在拍打河堤 但这不可能啊 海里芦苇滩 还有几公里距离呢 是江水在拍打河堤吗 不可能 江水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陆伯不觉从梦中惊醒 决定去芦苇滩看一看 雨下的实在太大 根本就出不了门 无奈之下 陆伯只能先慢慢的吃了早饭 饭吃完以后 雨小了一些 陆伯打起一把伞 走向芦苇滩 走了几百米 陆伯就清楚地听到芦苇滩中砰砰的响声 还很有规律 陆伯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小偷用什么工具偷芦苇啊 他在这个地主家干了二十多年 几乎像亲戚一样 在他年老力摔以后 地主留住他 干了这份清活 等于养着他 如果芦苇滩没有看守好 那陆伯怎么向地主交代 想到这里 陆伯不顾危险 朝着芦苇滩就跑过去 同时大叫 你们干吗 我都看见你们了 你们别跑 一个都别想跑掉 对地形特别熟悉 陆伯几分钟后 就冲入发起响声的芦苇深处 奇怪的是 压根没有看到人 倒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子在河边 陆伯也顾不上多想 三四步地冲入那个黑影附近 小腿已经进入河水中 这一看 把陆伯下的魂飞破散 双腿发软 几乎跪倒 这根本不是什么人 而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蟒蛇 在距离它三十米的芦苇深处 一条巨大的蟒蛇盘在水中 这条蟒蛇极庞大 昂着头 探出长长的身子 吐着足有很粗的杏子 吃吃作响 左右摇摆着硕大的头颅 陆伯从小在农村生活 见过无处的蛇 也见过一些大蛇 但最长不过半米 眼前的这条蛇 它高高昂起的脖子 足有电线杆子那么高 身体有水缸那么粗 那足有一米长的血红的杏子一吞一吐 这条蛇估计最少二十五米以上 部分身子盘在水里 不知道实际长度究竟有多少 至于砰砰的声音 是它用尾巴拍打水面发出的巨响 蛇的体型太大 尾巴每次拍到水面 都积起七八米高的水柱 看到陆伯靠近 这条大蛇 立即将头转向它 身子还动了动 陆伯大惊失色 把腿就跑 过于慌忙 刚跑了两步就跌了个狗吃屎 雨伞摔出很远 鞋子也掉了一只 陆伯顾不上捡起雨伞 爬起来一溜烟地跑了 在跑出芦苇摊的时候 陆伯又清楚地听到砰砰的声音 陆伯根本没有敢跑到石屋 一口子跑了五里路 跑回了村子地主家 地主全家看到陆伯光着一只脚 全身临得如落汤鸡一样跑来 都吓了一跳 老地主比较有经验 赶快问 是不是遇到海匪了 妈的 现在这些海匪现在连看芦苇的老头都不放过了 陆伯惊慌过度 说不出话来 地主一家人围上来 七手八脚地递给他毛巾和热水 让他坐下压压惊 过了半天 陆伯再缓过来 大喊 蛇 芦苇摊有蛇 地主家人本来以为他遇到土匪抢劫 说不定还受了伤 都很惊慌 现在听到原来陆伯是遇到了蛇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哈哈笑起来 地主老婆说 你这个老头子 这么大人还怕什么蛇 村里面小娃子都不怕呢 陆伯惊慌未定 好大的蛇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蛇 地主家人见情况不对 赶快问详细情况 这时候 地主的大儿子突然说 对了 陆伯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前几天 我听打鱼的王峰仓说 他和弟弟乘船到海上打鱼 在几百米外 突然看到一个巨大的东西 头尖尖的 他还习惯 怎么鲸鱼流到近海来了 后来这个东西流近了 他一看 居然是一条大蛇 他说 身体粗得像大半个水桶 头有马的头那么大 露出海面的蛇身就有二十多米长 他和弟弟下的bus 慌忙撑船就走 连网都不要了 好在大蛇没有追他 他们就这样逃回了村子 陆伯看到的 肯定就是这条蛇 他这么一说 地主全家就很好奇 地主有四个儿子和六个孙子 他们都想去看一看 老地主一在制止 不让他们去惹祸 他们最终还是去了 在出发之前 消息已经传遍全村 同村的十几个男青年也都要求一起去 他们带上了火枪 砍刀 绳索 点灯 一群二十多人在陆伯带领下 走向那片芦苇滩 走到那里 二十多人什么都没有发现 芦苇滩里面 只有一些巨大的泥土痕迹 一看就是蛇油洞留下的 除此以外 还有大量芦苇被压倒 面积竟然有一个打鼓场那么大 至于泥土上的痕迹非常之大 似乎被巨大的轮胎碾过 一个小伙子躺在这个痕迹里面 大体正好 也就是说 这个痕迹的宽度大约是一米多 蛇的直径居然这么大 当年农村没有照相机 也没有摄像机 不能留下什么证据 大雨滂沱 又在河边 这些痕迹很快就不存在了 这个超级巨蟒的消息 就由此在涉阳线传开了 这样一传 又有很多人宣布 曾经看到过这个至少20多米长的巨蟒 基本都在海上 他们都回忆 这条巨蟒体型极大 血疼大口绝对可以一口吞掉一个人 当时的报纸竞争很激烈 一些南京的记者立即赶到这里 写了很多文章 瞬间 涉阳线出现巨蟒的新闻传遍全国 大家如果有兴趣 找找当年的报纸 还能看到类似的新闻 县政府悬赏寻找这条蛇 这条巨蛇却就像它的前尾一样 从此失踪了 发现巨蛇后的一年内 涉阳线全线轰动 青庄年翻山越岭 四处出海寻找这条巨蛇 都毫无结果 不过 短短一年后 1937年抗战爆发 日寇很快入侵江苏 到处烧杀银掠 老百姓生命尚且得不到保证 就没有心情去找怪蛇了 在1945年8月 又有意外的事情发生 日军已经知道天皇宣布投降 惶惶不可终日 严城境内的伟军 更是开始同新四军联络 试图反正 日本毕竟还没有投降 表面上的东西还是要做的 8月初的一天 伟军一艘小型巡逻船照常出海 船上有七八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伟军班长 这艘船出海转了草草几圈 就转备返航 突然 船手的一个伟军大喊 看 前面是什么东西 几个伟军向前看 大约一公里外 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游动 长度至少20米以上 伟军班长说 可能是大鱼吧 几杯漏在外面 另外一个伟军拿着望远镜看了一会 说 不是鱼 好像是蛇 伟军班长笑骂 放你的屁 哪有这么长的蛇 那个伟军又仔细看了一会 叫道 呀 真的是蛇 还朝我们游过来了 伟军们再仔细看 这确实是一条巨蛇 这个怪蛇长40米 身子非常黑 它的尾巴看不到 露出水面的就有20米 它在水面上缓慢的游动着 一会绕圈游 一会直游 突然 巨蟒笔直钻进海底消失了 但几分钟后 故后在距离巡逻艇不到80米远的海面上重新出现 伟军们都吓得半死 赶快返航 就在巡逻船转头时 巨蟒已经游到距离船只有20米的地方 高高昂起的头和巨大的牙齿已经清晰可见 伟军们清楚地看见 蛇突出的心子就有接近2米长 这艘巡逻船上有一艇轻机枪 几乎吓妙的伟军班长慌乱之下 操起机枪就打 平平平 一缩子子弹打过去以后 这只巨蟒又潜下水去 过了一会 在后方30米的地方 看见了这个巨蟒的头 原来他钻过巡逻船又走了 伟军班长立即命令返航 途中 他说 我见鬼了 我肯定打中他了 怎么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另外一个伟军说 他那么大 子弹对他来说就是一颗芝麻 我看连蛇皮都打不穿 伟军回去以后 将情况汇报给日寇 只是此时日军已经乱糟糟地准备投降 根本无暇关心什么巨蛇的事情 这事就不了了之 到了一个月后 新次军占领严城 鬼军集体投降 鬼军才又提起这件事 建国后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 多次来涉阳线考察 试图找到这条巨蛇的踪迹 专家们认为 既然从古至今 涉阳这么多人看到这条巨蟒 应该不是虚构 不过 这些人的描述中 巨蟒长度都在25米以上 全世界发现最大的蟒蛇 不过12米长 体重280公斤 如果涉阳线的巨蟒存在 就比最大的蟒蛇还要整整大一倍 而根据陆伯和韦军的回忆 这条巨蟒的信子就有一米多 那么恐怕身长并不止25米 可能高达35米 甚至40米以上 目前发现所有种类蟒蛇 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长度的 那么 它是什么呢? 中国的动物学有一些推测 这有可能是6000万年前灭亡的泰坦蟒 全世界考古学家 发现很多泰坦蟒的化石 它们最短长度也有10米以上 体型巨大 超过一吨 大的蛇可能在20到30米 甚至更大 这种蛇类生活在6000万前 那个时候的地球 氧气稀薄 气温很高 动物体型都很大 同时代的恐龙为例 体型大的肺部就大 可以在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更多氧气 当时 地球温度比现在高6到10度 体型越大 皮肤就越大 便于散热 弱肉强食 体型小的动物 逐步被大的动物吃掉 陆续灭绝 太坦蟒体型大也不难理解 随着地球发生很大变化 主要是冰河期的到来 体型过大的动物皮肤面积大 难以预寒 更找不到足够的食物 很快就灭亡了 科学家认为 太坦蟒基本和恐龙同时灭亡 不过 也有科学家认为 太坦蟒和恐龙有很大区别 它们并非需要生活在陆地 可以生活在海洋和河流中 虽然冰河期的到来 对于海洋的影响有限 海洋的食物很多 也许 太坦蟒从此进入较深的海域 却有极少量没有灭绝 涉阳发现三次的巨蟒 基本都是在海上或者海铜河的结合部 看起来这种巨蟒是生活在海中 很有可能就是太坦蟒的后裔 有意思的是 涉阳的巨蟒并不孤立 在古代和现代 全世界各地曾经发现过类似的东西 1875年 一艘英国货船在洛克海角发现巨蟒 当时 巨蟒正于一条鲸鱼搏斗 1877年 一艘游艇在格洛斯特发现巨蟒 在巨艇200米的前方水中做回旋游艺 1905年 漆船波罗哈拉号在巴西海湾航行驶 发现巨蟒正与船只并驾驱驱 不一会 如潜水艇般下沉 在海中消失 1910年 在洛巴黎海角 一艘英国拖网船发现巨蟒 它正抬起镰刀状的头部 朝船只袭来 1936年 在哥斯达黎加海面上航行的定期搬船上 有8名旅客和2名水手目击巨蟒 1948年 一艘在肖路自群岛海面上航行的游览船 有4名游客 发现身长30余米 飞上长有好几个流状物的巨蟒 在90年代 一个探险队曾经在亚马逊之流中击毙一种不明的巨蛇 体长约23米 这条蟒蛇试图接近独木舟时 被探险家和土著连续击中头部七枪后沉入水底 这个长度是从水面观察后推测 当时无法将其打捞 蛇尸体很快被激流冲走 仅有照片 如果太塔莽真的存在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它的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密室君 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